从最新画面中可以看到 多台大型机具进驻开挖 一旁还有大片土石覆盖铁道 甚至还有大块巨石随时都可能会滚落 台铁人员马不停停 要尽快将铁路恢复原状 这里是台铁花莲河人税道口 由于25号台风带来豪雨 发生土石摊坊 画面触目惊心 土石树木覆盖铁道 一旁还有滚滚泥水往下流 25号发生摊坊后 河人税道口被土石淹没 维修人员站在土石堆上 高度和隧道顶端几乎齐平 完全看不出铁路原貌 也险些坍塌的严重 台铁原本预计要在26日抢通东正线 现在因为持续发生土石摊坊 抢救时程恐怕还要延后